巴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 吉尔吉斯斯坦总理萨里耶夫 俄罗斯总理梅德维杰夫 塔吉克斯坦总理拉苏尔佐达 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阿基莫夫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梅金财夫 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 执委会主任张金峰 习近平表示 刚刚在郑州结束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第14次总理会议 就推动各领域合作达成新共识 上海合作组织作为欧亚地区重要多边合作机制 为维护本地区安全稳定 促进成员国共同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变化 世界经济深度调整 各国只有携手同心团结聚力 才能在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稳更远 我们要深挖上海合作组织多边务实合作潜力 要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同欧亚经济联盟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 协调产业结构调整 发挥经济互补优势 寻找新的多边合作增长点 要协同推动重点和新兴领域合作 巩固和推进能源 交通 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等 本组织传统优势领域合作 探讨在电子商务等 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合作前景 要加强民间商贸交流和人员往来 鼓励和扶持成员国中小企业加强合作 加紧研究人员往来便利化具体举措 充分释放民间合作潜力 习近平强调 上海合作组织各种机制完备 各领域合作基础扎实 合作前景广阔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努力 建设好上海合作组织大家庭 为本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繁荣 多做贡献 参加会见的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表示 上海合作组织是本地区重要稳定因素 国际事务中一支重要力量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第14次总理会议十分成功 成员国应该以此为契机 加强经贸、金融、能源、交通、卫生、教育、科技、 人文、安全、网络信息技术等各领域务实合作 上海组织各成员国支持中方一带一路倡议 愿加快欧亚经济联盟建设 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接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王沪宁、栗战、晨洁、老和战、晨洁。 大阪宁、勤、浙洁、nn、大阪宁、